我们就邀请邢南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这一次在外观上有整个耳目一新的感受 那在车头来说最主要是导入了哪一些全新的元素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次全新改款NU在车系编程上 它就分成了两个卓越版跟旗舰盘 那我们今天来的是属于高贵的旗舰款 83万5的售价 那刚刚小兰直接讲到它的外观 我觉得其实看车头就已经感觉到跟改款NU是非常不一样 其实最显眼的今天来到棚内 也是这一次新增的其中一个车色叫做黑顶黄蓝 然后它又全蓝就蓝不住 那它总共的车色除了旁边这个橘色之外 它总共有14种的选择 然后如果是2tone的话有6种的配法 所以它颜色就可以迎合不同这种 我觉得它的车主可能比较年轻 所以你不同的喜好 所以它颜色提供在国产的统级距来说 算是蛮多元的一种选择 然后看到车头的部分最明显的就是 原本的这个VMotion现在已经进化到 你上他们家的所有的Urban VMotion 2.0的境界 那它的原本的这个小小的VMotion现在改成了很大很明显 那原厂说它这个叫Double VMotion 什么叫Double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镀铬饰调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比较宽的这个饰调 延伸到灯距的下方 而且我觉得它中间这一块啊 做这种黑色的钢琴镜面烤漆真的非常漂亮 这一段跟整个大中间的这个水箱护罩都是亮面烤漆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规这次的外观 我觉得辨别更好看 颜值更高了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一次的这个Logo 它也算是国产车型的Nissan 第一次用他们新世代的这个Logo 全新的厂灰 然后蛮好看蛮精致 中间是白色的配上灰色的边 耳目一新的感受 然后再来的话在保感的下面 我们要跟观众讲一下 今天来棚内的算是在原厂买的话 你会有个选配加装的一些空力小包 所以在下巴的这个银色到车侧到等一下看的车尾 包含尾翼 它是算另外加价的一个空力套件 然后再来灯距现在现场亮起来的就是 它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车头水灶的变化改变之后 变得比较细长往后拉一些 然后你仔细看它里面也有一些纹理 包含两边侧面都有KIGS小小的字样 而且你看它这一次这种矩阵式头灯 其实它能够让光源就是更均匀 而且看的就是更广 是的 然后再来的话 它其实在保感两侧的下面 也有LED的雾灯的辅助照明 那其实这次它的进化 其实原厂说有四大进化 第一个就是外观 第二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内装的一些便利配备 以及安全配备 再来的话就是动力 我直接先把引擎室打开好了 好 这一次在动力的部分 其实调升的幅度还蛮多的 有10%对不对 对 它是从原本的1.5升的动力 现在进化多100cc来到了1.6升 那如果以型号来说 它是从HR15现在到HR16第一的GN3 三代的进化 那这一颗1.6G的引擎的话 如果从排行上我们刚刚讲多100cc 那小杉也讲了 它的动力提升大概调了幅度是10% 它现在已经来到了135匹 然后扭力也大概达到了16.7公斤米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提升 就是有刚刚我们讲的10%的提升之余 当然在油耗也是消费者蛮重视的 那当然你动力提升了一个10% 那油耗我觉得算也兼顾得不错 它原本是17.0 那现在新的引擎是16.0 对 其实在这个直距 还是算是水准之上 是的 我觉得它就是透过 他们家的一些引擎的科技技术 不然大家都有印象 他们用这个GT-RVR38引擎的 这个镜面的这个融色钢口技术 然后搭配双气门的正式控制 让它的引擎效率提升 然后油耗也可以兼顾有一个均衡的整体表现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车侧的部分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外观上的进化 而且我觉得像它搭配这个XCVT 其实你在开起来的整个车子的特性 还是非常的轻盈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车侧的部分的话 我们直接讲它这一次标配的是 算是17寸新的造型 然后5幅 然后三叉式的铝圈 那其实这次我们刚刚在车头就讲 它是走美规全线的外形 那其实我们再晚一点以后 分析到它的其实车体的安全 也都是美规 有一些小地方 原本的四孔现在也变成五孔 那其实印象中 在这样的急距1.6 1.5的这种急距的小车用到五孔 强度底盘比较高 其实比较少见 对 以现在来说 其实都会让我想起来 我们以前在改车的时候 改五孔底盘 对 就是会 就会觉得好像它的底盘会比较强壮的 对 如果你不仔细看 你可能会忽略到 它这次美规的 其实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都是做进化 然后再往车测看 由上到下 那车顶的话 它有一个银色的行李箱架 然后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黑顶的 2-tone 然后一个悬浮式的 在西柱这边的位置 对 维持原本Kicks 这样年轻的一个运动化风格 然后在门把有镀铬 然后测裙我们刚刚讲的配件 银色的一个造型搭配之下 而且它两个前门都有Keyless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方便 对 它有一个按键在这边 然后我也很喜欢像它 它连后视镜都是做黑色 所以它这样2-tone 再搭配它那个双色切消旅圈 你真的在侧面看起来 它就是非常的有个性 对 现在很流行 欧日系都用这种 有点夜色套件 黑化的效果 那它基本上的尺码跟前带 没有变化太大 还是维持这种 国产跨界修理 4米3的车长 2米6多的轴距 那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那其实刚刚副驾座 我们已经调过 大概是我身材的坐姿 坐在副驾 那其实后座 当然以它的4米3CUV 它不可能会有 哇 可能西部有两三个拳头 但我觉得以它的这个急距来说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算是水准至上 蛮好做的 因为我身高180 西部头部都还蛮运郁 那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次进化就是 消费者很需要的 在这个中央扶手后面 也多了两个USB的插头 对 后座乘客就可以帮手机充电 而且说实在 我觉得以这种4米3的车长 这种急距的车子来说 本来就是设计给 可能像小家庭 是啊 或者是说两个小夫妻 这种在使用的族群 所以在后座上来讲的话 它也算是宽敞 而且我觉得它后座一个优点是 它的座椅真的很好做 它们家这种零体感的 它连后座的这个椅垫泡棉 都是非常的舒适 前后座肌膚 就像家里的沙发一样的舒适 好 我们再来往车尾走 那这一次的这个空力套件的 加装在车尾 这台车的示范车 也会做了一个 更有那种明显的 对 这个尾翼 这边中间还有两个开口 有点这种改装的这种空力诉求的效果 然后车尾部分的进化 就非常明显了 就原本的尾灯只有在两边 那这一次在视觉上 就整个把它贯穿了 但它实际作动的尾式光条 还是只有在两边的为止 并没有整个贯穿了 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违力标示的尾灯2.0 就是你会觉得它感觉 亮起来的时候更犀利 再加上里面是LED 然后你看它这边又有做几个 这种刀割的这种线条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特技感 都是有一些细节的呼应 然后在保感的下面 也还蛮多层次感的 然后它这一次的配件选 在这个下扰流的环车 一直到后面 都是用银色的一个点缀 对 蛮帅气的 好 来打开看一下 它的后行李箱的 空间表现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 以这样的CUV来说 它的这个后行李箱 其实就是一般的 这个小家庭在用的话 它的行李箱 五人坐的话是有428公升的容量 那以这个级距来说 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数据表现 那你如果以一些空间物实际来摆放 大概是有两个29寸的行李箱 加一个登机箱 也就是说你一个小家庭出游出国 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是够用的 而且我觉得它有个好处是 因为这台车女性车主很多 然后你有沒有发现 它这边的高度 其实没有坐得很高 那变成说像有一些身材 比较娇小的女生 她在上下这些货物的时候 上下行李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那么轻易 不会像有些中型修理高度 就会稍高了 然后你再看一下 它的杖板下面打开 其实也还是有些 这个故障板 打气机不太清楚 可以收一些私密的东西 这个空间其实也蛮大的 蛮深的一些保利融合在下面 那当然你在后座 把它再往前倾以后 可以扣充到 900公升以上的一个容量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两个人开 或是要搬一些东西的话 容量其实也都是蛮实用的 是所以它就是整个车格在兼具 好停车空间够用 然后在收纳的部分 也都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C5V大家很喜欢的原因 就一起进到车内来看看内装 刚才我们看到全新改款的KISS 外观时尚年轻又讨喜 但是它其实最大的强项 是它超有质感的内装 尤其像今天这一个双色的配置 还有3D超体感的输压座椅 常常让消费者一进展间 坐到车子里面之后 就布箱起来了 小七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它在内装还有哪些配备重点吗 是我先坐进来 其实内装跟外观一样都非常素雄年轻化 它外观你刚刚讲的双彩的内装 是同一车 唯一可以选这个内装 橘色的内装 确实很漂亮 那质感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这一次小改款 其实内装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电子手刹车 你看它这个位置就是刚好在离P档最近的地方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你看我们这个D档对不对 对 停车打到D档 直接抠起来就好了 对女性车主真的会最喜欢 你漂亮的指甲都不用在那边很用力的这样拉手刹 对啊 所以这个很棒 而且Auto后更棒 在市区停红绿灯的时候 你整个双脚都解放出来 对而且它这一次我觉得它这个杯架也相当的聪明 你看它这个其实是活动的 它可以拿起来 拿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好大的置物盒 那你也可以放下去 或者是说把它的盖子拿起来 拿起来的话 它就也可以变成双层的置物盒 或者是两个杯架 你看这个现在这种瓶子深度是这样对不对 那你如果喝那种易开罐怎么办呢 打开 或者是更长的像手摇杯 对 哇你看这两个 不一样 对 的深浅 是不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对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活动性的这种 这种活动性的杯架 我觉得也是让整个在使用上的便利性 也很提升的地方 而且这一次还标配了前座的中央扶手 不只有皮质包覆很漂亮 而且后面 乘客也加会了 就是多了两个Type-A的充电的插座 对 那其实像它的方向盘来讲 我觉得它的这一种D-Shape就是这边平底化的设计 就是看起来不但很运动化 而且你在上下车的时候 如果男生真的肚子比较大也比较不会被挡住 对不对 这个倒是很实际 对 那你看这一次从之前上市到现在 它就有一个7寸的全虚拟的数位仪表 这个是非常不错 你看显示的资讯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操作很简单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胎压还有数字 胎压有数字 对哦 这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很棒 那另外 这个X-Media三代的主机 我觉得非常棒 它除了说很好滑之外 你看这一次变成 这个Apple CarPlay Enjoy Auto 全部都是标配 是 而且女性朋友 我想有一个东西你会非常喜欢 真的吗 停车的时候非常必要 360环境 对 对在右上角麻烦你按下去 好 这个 你看不只可以显示后方的这个影像 360度的这个影像 都可以照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360环境 大部分我们都会以为说 它只有在停车的时候可以用 可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一些 比较小的巷子 或是山区的时候 你觉得对前面 右前方没有把握的时候 你也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一次改款之后 我觉得整个安全配备 对 很齐全 除了说360度环境 盲点这些本来就有之外 你看这一次还多了全数域的ICC 就是一般讲的这个ACC 配上Auto后 对 其实整个方便性都高很多 而且它的ICC的控制界面就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去操作波杆 对第一次要上手的人来讲 也都非常的方便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首车市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调教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镜的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有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第二次 внутeb讯